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 會參考民調 但是也有別的直化分析 直化分析 通常做一個論文 你只做量化會有偏誤 因為量化沒有辦法感到 情感跟溫度 如果兩個民調是 比如說伯仲之間兩三趴 那就直化就很重要 所以是整體的評估 那我現在看起來機會 比較大 但郭台銘不是沒有機會 只是比較低 但郭台銘如果說 你這樣的郭台銘說我今天幹嘛去日本 不是 我還要去日本幹嘛 但有錢人想的跟我們不一樣啊 很多人會覺得說你都那麼有錢 學那麼總統 有錢人想的是說 我現在民調低 但是我郭董 我白手起家 我創造紅海帝國 我沒有不可能是啊 然後唱一首我的外不是夢 所以對郭董來講的話他會認為 有機會就是好的嘛 所以他也會很感謝國民黨啊 完全不可能嘛 但現在國民黨跟他一起合作 然後闖出一片天 那對郭董也是好的 那你意思說朱立文跟郭台銘也談好了 就算最後徵召侯友宜 郭台銘反正最後還是會支持侯友宜 所以郭台銘才會他上個禮拜吧 開記者會才會說他會支持侯友宜 其實他四年前講過一樣的話 今年不知道會不會做到 但是我相信總裁不會騙人兩次啊 所以這一次如果沒被徵召的話 一定會支持侯友宜 那至於說你看嘛現在氣勢 就是大家都在罵侯友宜 代表侯友宜一定做對什麼了嘛 不然罵他幹嘛嘛 一定是怕他嘛 但是我覺得大家罵他的 都回憶彪嘛 另外罵落跑 你去看他的職務 都無縫接軌 都劈腿 找到下一個女朋友 才把前一個換掉 所以侯友宜落跑有理 賴清德落跑王 所以這個就是回力飆 回力飆 袁志銘轉換攻擊模式 因為你知道 院志剛那一段講郭台銘那一段 趕快撿完傳給郭台銘 郭台銘馬上做飛機回來 幹招住立文 我說我的未來不是夢啊 然後你剛剛講那個什麼 賴清德什麼落跑 侯友宜說他做了十五個職位 他為什麼小隊長 小隊長 行事小隊長 沒做完 就去做大隊長 那不是明選的 那為什麼 警政署什麼署長 然後沒做完 去當什麼副市長 政務官 副市長沒做完 去當市長 不一樣 每一個人就是 明選的跟公務人員怎麼一樣 來冠底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包括國民黨的新北議會黨團 也發動攻擊模式 跟袁志一樣 開始就說 什麼台南是黑金之鄉 然後賴清德也是什麼 落跑之王 落跑十足 是這樣嗎 國民黨現在就是拿刀亂砍 他們現在就是找一個小點 然後殺下去再說 也不管邏輯對不對 國民黨問題是什麼 4月5號郭台銘才一副 民調請全力支持我 結果過了五天 六天 現在朱立倫跳出來講什麼 其實我們三月的時候 黨內非常一致 已經準備好了 會在對的時間點宣布徵召 天啊 我說真的 這件事情是什麼 這件事情是把人民爭笑 爭笑有兩個部分 如果朱立倫的講法是對的 而且袁志願剛才的解讀也是對的 朱立倫在三月完成整合 跟侯友宜已經講好了 國民黨已經要提名你侯友宜 當總統參選人 假設有這個默契 我們過去新北市議員 這幾個月還在質疑疑問 都是合情合理的 你侯友宜就說謊嘛 你就是一個從頭到尾的詐騙王嘛 你怎麼可以對民意如此的無視 你已經跟朱立倫講好了 你就是變成總統參選人的 你對人民對民意的無視跟默示 跟說謊 這個會永遠跟著你 如果朱立倫三月跟你完成整合 已經講好的話 這對我們人民是如此啊 第二個 你對黨內的其他人士更是如此啊 郭台銘我先問真的 假設啦 他真的是什麼 全台首富只是為了 讓大家開開心心的選 你沒關係 這個邏輯我姑且贊成一半 你事前如果假設 三月已經完成整合好 要提名侯友宜 你跟郭台銘找過來 郭董 我知道你想回國民黨 我知道你想選總統 你一樣可以宣佈參選 你要說宣佈來 如果不管贏我輸 你會支持侯友宜 或是提名你 然後呢 可是我沒有告訴你 最關鍵一句話 我們已經決定了啦 要提名侯友宜了啦 沒有這種事嘛 對 柯文哲不是異想天干 柯文哲要精準形容他 他現在叫胡說八道 為什麼叫胡說八道 他在講一下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講什麼的事情 比如說你剛剛所講的 柯文哲說 美國現在對中國戰略呢 就是要摧毀 就是要摧毀中國 所以呢摧毀中國 不如去抗人中國 那我請你 什麼叫摧毀你要抗人 你有看到美國 現在用軍事力量 直接對中國做轟炸嗎 沒有嘛